现在呢我是在深圳的保安国际机场 然后呢今天呢打算要飞一趟北京 在飞北京的路上呢我想 那反正这回要飞北京 所以我刚好去看一下深圳这边的贵宾休息室 因为我其实虽然经常在深圳起飞 但因为每次来的时间都会比较紧张 所以很少去深圳这边的贵宾休息室 所以我现在就去看一下深圳这边的贵宾休息室 到底怎么样 那其实呢龙腾出行的这个休息室呢 位置非常不错 就在你下这个电梯前的位置 然后就在它左侧这边 到左侧这边呢你就可以来去办理自己的休息的登记 你好 我要刷一张卡 稍等稍微网络我要退一下你们的WiFi WiFi可能还不如4G流量效果好一点 一张会计卡可用 OK可以刷了 一位吗 一位吗 一位 登记牌登记一下 稍等 行旅纵横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是纪9点45起飞的盘板 差不多是9点左右的东西 东西可带70点 文代会有很多空中的这个盘板 这个是防范 对的 不会通过那对的 下一盘板 这是我的登机牌 可以啊 行 需要的话你得出示下车对面 可以啊 行 好 刚刚那边是休息区 这边是就餐区应该是 看一下 OK 都一样 都是一块 然后只是说这边是有一些餐点 还不错 好吧 我现在找一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把我的东西放一下 这一间呢是卓奕这边的 提供的早餐 整体来说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有鸡蛋呀 有玉米呀 样比较少 但作为早餐来说我觉得这个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OK的 那我现在刚刚从这个贵宾休息室出来准备去登机口 贵宾休息室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要去南行的那个 南行他不提供这个呼叫 所以呢我就去了卓奕的这个 体验还不错 它的餐食呢 比较健康 对吧 提供的是鸡蛋呀 还有像玉米 然后提醒的话也还行 应该是十分钟前就提醒我了 大概 正式直击前十分钟 因为我的登机口比较远 在76号 所以他提前提醒我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去这个 等你口中机 然后具体的一些感受呢 我觉得等今天晚上到了宾馆以后 再跟大家去详细的去说